9月到了各大新制上路 去医院看病 副份病患对负担 庞大医药费 比传统开赴 伤口还小 但2到3天就能复原 只是花费高昂 一胎刀控就要20到30万 接下来将扩大纳入健保 包括泌尿科4项 消化到手术25项 胸墙6项 心胸外科4项 以及7项妇科手术 预估每年能有超过 8400人次受益 单次手术费就能省下12万元 包含子宫颈肿瘤在内的健保 几部可以用在 这个达文西的项目上面 材料费的一个差额 还是要由民众来自己负担 另外如果染上新冠 9月期只有重症及死亡 才需通报 实现也从72小时延长到一周 想出国护照却预期了 9月3号开始 假如你年满18岁 人在境内 这年内没有遗失过护照 户籍资料也从未变更 都能直接在线上办理生患 每当大地震发生时 国家警报大响 却常有民众喊 没有收到 9月开始如果遇到规模 6.5以上大地震 震度三级的区域 熟悉就会想 提早2到3秒就能试镜 比较大的要晚一点 它那个资料慢慢才会进来 时间就会晚 第一个破裂点 不一定是最大的破裂点 可能会低估 而炎炎夏日 爱河首摇影 9月开始全台饮料店 禁用一次性塑胶杯 下一步也在研宇 在职棒赛事及影厅 导入循环杯 如此以来一年能省下的塑胶杯 就多达7.9亿个 记者王志文成询